鉴阅秦始皇的玉林军聚灵统 鉴阅始皇帝陛下的玉林军榜 秦始皇兵马勇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 这里出土了一千多个士兵陶友 两千多年来一直默默的护卫住始皇帝陛下 秦始皇嬴政从十三岁即位时 就开始迎见自己的陵园 常年只用术世莫民夫修筑时间长达三十八年 观赏闪播的古代珍宝 想看众播古代珍宝就去陕西历史博物馆吧 关内藏有商周时期的青铜器 历代陶友汉唐的金银器具和唐木壁画 而且大多于汉唐盛世时期的珍宝 对乌闪播来说没有淡季 只有旺季和非常旺季 这点需要有心理准备 如不远一排队可购买 大唐一宝专题展门票 直接进入馆内参观 回想三千宠爱雷玉环华青池 自古就是温泉沐浴圣地 据说在唐开元二十五年七百一十三年 唐玄宗来这里过冬 例行接见中 信后了杨玉环 杨贵妃能歌善舞精通音律的美女 让唐玄宗从一个均临天下的大唐皇帝 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友情郎 骑行在西安古城墙上骑 行在西安的古城墙上 不看这座十三朝古都 是游览这座古城不错的方式 目前在东南西北等寺门都有租借 自行车服务 骑行节 术后 在上述任一门 都可反还自行车 大雁塔下观看 因乐喷犬 大雁塔 北广场 因乐喷犬 又叫西安因乐喷犬 因乐喷犬广场 游水井喷犬 文化广场 园林景观 文化长廊和旅游 上茂设施组成 广场上有数量庞大的雕塑 雕下在欣赏因乐喷犬之爷 细细的品味一下 这些雕塑也是不错的选择 拜祭一次玄葬法 是大雁塔 被误大词恩寺内 玄葬法师西行曲 经回来后担任这里的首任主持 期间督造了大雁塔 来到大雁塔下 仰望这座千年佛塔 寻找玄葬法师的身影 或者登上塔顶 幅看西安古城 百年老宅内看皮影戏 传统皮影用驴皮制成 线条优美 而皮影戏是很多陕西地方戏区的前身 去北院门的高家大院 这座老宅历经百年沧桑 如今是看民俗表演 民间艺术的好地方 去听一去惊天动地的琴 像有人说琴枪 不是唱出来的 是吼出来的 粗稿的琴枪削调 也代表住西安人的豪爽与霸气 大快朵 一吃遍西安美食 西安是著名的小吃之城 在这里可以进行的享用三起美食 肉加磨陕西的著名小吃 肉是用辣枝肉 极为酥辣 肥肉不腻口 瘦肉不柴不油 汤汁用熬制的老汤 牛羊肉 泡蘑菇时候被称为羊羹 料重味重 肉烂汤浓 香醇味美 吃完后再喝一小碗高汤 更是回味悠长途 西安凉皮吃的时候 将米皮切成筷子搬粗细 然后放上盐醋 特制的掉料水 配上豆芽等小菜 最后用勺子 挖一大勺辣椒 一起淋到皮子上 更有西安美食 当助你啊